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今天书席市长给问吗?会中除了回答文化、教育及轻规等议题,大创案也成为关注焦点。 黄伟哲说,若有证据赶紧公开,黄伟哲今天下午一连被问到不当替罚、亲职支持系统及轻规等问题。 不过,现场即观看直播的民众不断询问大创案仪式,或询问如何解决政治人物收钱关说等议题。 黄伟哲说,大创案到目前为止只有单方面的指控,都是从立委助理出事后,推论到立委一定有涉案,但他绝对没有涉案也没有收贿,若有涉案的话,司法也不会放过他。 大家有任何质疑也欢迎拿出证据,特别是爆料者更该播放全程的录音,而非用剪接过的版本,指控他收了500万。 他说,未来也会向恶意指控者和网络上的人身攻击者提告,目前仍要搜集资料,至于时机点和方式,仍在讨论中。